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的难过加起来都要糟糕的事情 而于跑步而言呢 虽然今年的跑量4132公里是我近几年来的最低 但这已经是我能够做到的最好 我也很享受每一个能够奔跑的当下 2020年呢没有参加任何一场比赛 但我也通过自测取得了从10公里到50公里所有距离的PB 2020年呢我也认识了不少足够优秀 而且志趣相投的跑友 难过的时候呢会有朋友大老远开车过来陪我一起跑步 而开心的时候呢也能找到一些朋友一起跑个步分享 这也许就是属于跑者最单纯 也足够美好的小确幸了吧 好了 进入到今天的主题 2020年关于跑步 我的实践最想分享给你的故事 第一 2020年跑过最长的距离 是纽约曼罕顿环岛55公里跑 这次跑步呢也是给我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 同时作为2020年Virtual波马的比赛 我还煞有歧视地印了一个号码布别在衣服上 环岛本来是50公里左右 但由于很多路线封闭了 导致多跑了一些路程 但当天由于有骑行的补给 还有朋友一起跑 所以完成的还是相当顺利的 第二件事 2020年最新认识的朋友们 说到今年新认识的朋友们呢 那必须是北大100871跑团的朋友们 海燕 胖猫 朴红哥 风哥等等 今年一整个夏天 我们每周都约在一起跑步 从福德利的大北坡 到纽约的Rockfeller State Park 再到熊山 哇哇央大等各种越野 满满的都是回忆 说起来像海燕啊 朴红哥 都是出现在了我去年跑的 纽约路的全程视频里 海燕 在Quinsport的距离上 我给喊一些汽油的那个声音 我现在听起来都特别的想笑 还有我在赛道终点前呢 也拍到了它的背影呢 第三件事是2020年跑得最快的一次半马 9月跑完环岛之后呢 我开始考虑是否要报一个 明年春天的全马比赛 当时想的是明年疫情 应该就好的差不多了吧 结果还是太幼稚了 这个暂且按下不表 总之就是我想再进入一个 全马周期之前呢 先跑一个半马测试 作为之后全马训练的一个参考 于是呢 10月11月我就跑了一些 半马specific的训练 然后在12月初呢 大风飘雨的恶劣条件下 拿到了一次半马 一小时16分钟24秒的成绩 当然没有跑进预想的 一小时16分钟了 但也是比之前 整整快了一分钟的PB 我非常的满意 第四 2020年和我跑的最多的 跑友的前三名 当然第一位自然是隔飞了 常看我视频的朋友 估计会发现这位身高1米9 体重稍微有点重的朋友 出镜率是非常的高的 说到这里呢 我就不得不多提一句 其实胖子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虽然减重前的负重压力 可能导致一些受伤的概率会增加 但是他们在减重之后呢 相比瘦子是更不容易受伤的 而且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这里有点跑偏了 直接说跟我跑的第二位的朋友们 江湖人称七哥 虽然这个称呼也是我发明的 其实说起来有好多次 我们一起跑步的时候 隔飞都不在 所以他俩也许可以PK一下 今年和我跑步的 全新partner到底是谁 第三位我要说的是Max 这位跑友其实是今年新认识的 每一次我组织了新风的长跑呢 他几乎都会来 这位跑姿非常有近走风干的朋友 9月的首马就拿下了305的好成绩 未来的潜力真的是非常大的 第五件事 2020年跑得最快的一次10公里PB 34分钟19秒 其实前面有提到 今年我因为客观的原因不能上跑量 所以转变了一些训练的思路 加入了一些针对速度短板的训练 当然说是连速度 主要也是围绕在5K 10K附近的速度的训练 我一整个夏天都有一些速度的间歇 还有LT间歇 长距离则是以轻松跑为主 然后8月底第一次10K的自测 上了七哥送的生日礼物 Alpha Fly Next Percent 结果驾驭不了 8公里我就退赛了 之后在原定计划跑环岛之前的 我来了一次10K的第二次测 穿的是Vapor Fly Next Percent 顺利的跑出了预期 34分19秒 这两次10K自测 第一次是七哥和海燕姐专程过来给我加油 第二次是七哥和安迪 陪我一起跑 有队友的话 确实是比一个人要好很多 第六件事呢 2020年我最想念的那些跑友们 这里其实是与往年相比 和我跑的很多 但今年因为疫情 没有怎么一起跑的朋友们 比如说老雷 辟大 静姐 唐金 月姐 Fred 俊逸 肉肉 威利斯 还有玄友爸等等 他们当中呢 你比如说像肉肉 老雷 都是新进的奶爸 然后威利斯 新天老二 然后辟大呢 是吃斋念佛 并且也是马上当父亲了 所以也跑的比较少 然后唐金呢 是躲家里头黑恋 一天到晚瑜伽呀 游泳什么的 然后俊逸是去英国读书了 然后Fred 就一个人宅家里 静姐 月姐 又住的太远 还有你比如像玄友爸这种 找到了人生跑友的人 就更难约了 不管 我的意思呢 就是不管我们处于当下 人生当中的哪个阶段吧 希望未来能一起跑的时候 大家都开心 并且健康吧 然后第七件 我想分享的事呢 是2020年 我最新入的跑鞋们 今年应该是我 入跑鞋入的最少的一个年份了 除了本身的跑量减少之外呢 还有就是要消化以前的存货 像这个视频 是我今年8月拍的了 是记录当时正在穿 还没有穿坏的鞋 这视频呢 居然到今天都没有发出去 可可 我们进入正题 2020年我买鞋的方针呢 就是不需要的不买 要买就买最便宜的 因此呢 也加入了不少越野跑的训练 入了一双Ultro的越野鞋 就是这双啊 这双叫什么名字 我甚至都忘了 只记得当时只卖30多块钱 这还是用新风折扣之前的价格 穿这双鞋跑了好几次 家附近的trail 一直想要刷新那个赛道记录 几次都是因为不熟悉路 而败下阵来 这个目标看来只能留到2021年去实现了 然后今年最喜欢的鞋呢 当属Sacconi的Indolphin Speed 这双鞋到现在 我大概已经穿了400公里左右吧 长距离速度间歇 LT间歇 还有Temple Run Edit Run 我都穿过它 甚至环岛55公里 我也穿的它 真的表现非常的稳定 我强腿这双鞋 如果以后有什么折扣的话 就是你可以无脑入的这双鞋 第八呢 第八件事 2020年跑得最快的一次全马 就是24539 其实我去年加州马 就已经跑到244这个成绩了 那么为什么我说 今年这个自测全马 我还是跑到一个PB的成绩呢 主要就是那天的天气是非常热的 我跑的时候是下午的三点过 23度左右 然后这个天气呢 我只拿了一个500毫升的一个软壶 这个水 然后我没有带任何的胶 也没有带任何补给 就直接开跑了 原因就是呢 当天我根本没有打算跑那么长 计划就是跑一个20英里的配速跑 然后前10英里比马拉松配速略慢 然后后10英里跑一个马拉松配速这个样子 结果当天跑了20英里 就是跑完了我的计划之后 感觉状态还非常的好 我就继续跑了下去 其实是想看一下 我的目标马拉松配速能维持多久 跑到哪算哪 结果没有想到就完成一个全马了 然后跑完之后发现成绩还不错 其实当天跑完之后呢 还从公园跑回家 加起来 其实总共跑了48公里这个样子 其实那天穿的也是Saconi的Indoferne Speed 所以也是对这双鞋 有了更多更好的了解吧 第九件事 2020年让我最感动的跑步 首先是我生日的那个周末 静姐组织了一次线上的Zoom聚会 以及唱生日歌的活动 然后那个周末大老远的 像静姐 光伟 屁大 阁飞 月姐 点点 Fred都过来陪我跑步 跑完还一起吃生日蛋糕 然后我印象中呢 还有就是年初的那几个周末 就是我不怎么开心的那段时间 屁大专程 大老远的开车 他自己都没有怎么跑步了 结果还陪我跑 然后后来他自己跑不动了 然后我们俩一起走路这样的 然后还有Willis约我一起跑步 他约的活动往往都是什么 篮球加上跑步的铁人两项 这样的活动 最后一件我想分享的事是 其实是告别2020年了 2021年关于跑步 我最想实现的冤枉 其实经历了2020年呢 已经没有像以前对于跑步成绩的提高 有那么执着的期待了 最大的一个期望 就是希望大家都渐渐的康康 然后都想 都能够在想跑步的时候能够出门 想见哪位朋友的时候 也能很快的见到 我也希望保持更新视频的状态 我常对朋友说呢 就是现在努力的奔跑 是为了珍惜当下 想要努力奔跑的这个状态 因为也许某一天某一刻 我就突然停下来了 其实更新视频也是这样 就是想在做一件事的时候 就珍惜当下想要做这件事的一个状态 好了 这就是我2020年跑步想要总结的 想要分享的一个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以及想要观看更多 跑步相关的知识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关注我的频道 山鱼小月 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这样平台才能把我的视频 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谢谢我们2021年更多的见吧 再见 感谢观看